大家好,我是Bruce,欢迎来到三品空间,我们专注提高外贸业务员的效率,这一节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,就是数据正在成为一种竞争力,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有一些经验或者英语能力比较强,就是一些能力,英语能力,协作能力,就是一种能力,或者一些经验,比如说这个人的生活各方面的, 但现在随着就是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,但是数据越来越成为一种竞争力,比如拿我来说包装袋,我是做包装袋的吧,那么100毫升的包装袋做到,我想做的高一点,什么样最好看,我想装的宽松一点,怎么样最合适,客户想保持期三个月,九个月,一,十二个月,你各用什么材质,这么样的成本,价格是怎么样的,性能参数怎么样,那涉及到250毫升,300毫升, 500毫升,一升,这些所有的数据,那么这个开始接到冠装速度,那么客户想,我今天一个小时要冠1000代,1500代,2000代,2500代,3000代,那么不同的冠装机,它的成本是多少,怎么样,性能参数各方面,这些数据越来越成为一个人的竞争力,如果我有这么多的数据,即使我没有那么多的经验,包括说行业,我不是说做了八年, 我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,我就能够有足够,能够为客户足够专业的服务,那么我就有竞争力,相反,如果你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,你干了很长的时间,但是很多东西,你没有成为数据,在客户问到你那时候,可能你还是,还是要像一个普通的,就是大多数人那样,来去反馈一些东西, 你的效率跟不上,那么你就缺乏竞争力,而有了这个想法,是怎么来的呢,也就是说是有了火车采集器,火车浏览器,因为我呢,就是以前做PP论坛,PP论坛呢,当然刚开始做的时候很难,因为什么呢,你不仅说你要做一个论坛那么简单,论坛你要做,首先你要有一定的内容,刚开始的内容,说实话,白了,我就是从网上去搜集的, 但搜集了之后,你,你只是做了一个网站,你搜集过来,你还得让别人来知道,所以就是推广,各种推广,百度百科,百度知道,还有各种手法,那在做的时候呢,我们在这里看哈,我跟你说的百度知道的问题,我以前通过百度知道的问题呢,来去推广PP论坛,还有业务,但在以前的时候,我是放在哪里呢,我是放在一个cell里面,放在一个cell里面,然后到底这些问题回答了没有,然后做一个标记,然后在什么的, 这些问题,有没有更新,非常非常的麻烦,但是就从有了火车采集器,火车浏览器之后呢,我就把他给收到sqlite,这个数据库里面,sqlite数据库,我可以把我的数据库给添加一下, 百度,然后呢,这个呢,就是关于包装的,我可以, 这个呢,就是关于百度上,关于包装的这个,我的这些,这些问题,还有这个,还有这个链接,当然回答没有呢,这些标记是零,如果是,如果是回答了,我就标记一,或者回答四, 这怎么实现的呢,就是用脚本实现的,非常简单,首先呢,我设立这个关键词,数据库,也就是说,我这里面有这些关键词, 然后有肚理膜,包装袋,BOP,所有的这些,我都可以往里添加,然后呢,我写一个脚本,写一个脚本, 它会对肚理膜,然后进行去百度制造,去搜索这个问题,搜索了之后, 然后不,添加进来,添加进来,然后,再去,就是说,再对对下一个关键词,再去,再去抓取, 然后,所有的,百度知道了所有的问题,当然不说所有的问题,就是最,最强见的问题, 百度推的这些问题,然后呢,就会被我收集下来了,那么以后,我如果再去,为了推广这个, 撕这个概念,或者推广批评论谈,关于撕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,我就其实可以直接找到,在这里面直接就可以搜索, 比如说,撕,微米,厚度,啊,我在这里搜厚度, OK,那么这几个厚度的,我就可以,哎,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,我要去回答一下, 然后能不能帮我,哎,就,跑,推广批评论谈嘛,推广业务嘛, 所以在以前的时候,没有掌握火车采集器,火车浏览器的这个技术的情况下, 没有说,SQL来的数据库,我只能用一个SEL,一个SEL管理的,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烂, 这个,这是由技术决定的,这是技术决定的, 那么现在有了之后,我就可以将百度知道上的这个问题全部收入我的数据库, 我哪些问题回答了,哪些没有问题没回答,一清二楚,十分了然, 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呢,就是说,在我们收集了一些数据库之后呢, 收集一些数据之后呢,就说,可能在这里面有不同的数据, 比如说,我做包装行业,我收集百度知道的问题, 然后我包装跟百度知道来去一结合,然后就可以推广批评论坛, 推广业务了,那么在这个里面汇了这种东西之后, 汇了这种数据采集能力之后,它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引起跨界, 比如说,我现在做出小英这个软件, 然后呢,我就可以去采集福布论坛上的帖子, 福布论坛呢,当然就说, 是包装,是这个外贸行业,非常非常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一个论坛, 然后呢,知名度非常高, 我做了视频呢,我就可以就是在里面分享经验, 那么你像这些贴子呢,我其实都可以给它收集下来, 嗯,这些贴子,当然它里面的贴子非常多, 嗯,我就可以根据这样来去搜集, 哪一个回答了,哪一个没回答, 是吧,甚至如果愿意的话, 我可以把贴子的详细细节, 我都详细内容,我都可以给收集下来, 因为你只要脚买嘛,你只要用就可以了, 你只要是写这个采集信息, 就可以了,采集规则, 那么后面呢,就是说, 我还会去做什么呢, 就是一个sealhome, 一个sealhome就是说, VBA这个社区,我在开发小英软件, 不是小英软件,软包装外贸, 就是包价盒架这个软件的时候, 这个网站教了我很多, 那说实话, 这个软,这个网站的太专业了, 因为它面向的是VBA开发者, 我们对于绝大部分外贸业务员而言呢, 它不合适, 但是, 它恰恰给了我一种跨界连接的机会, 就是, 我懂一点点外贸, 然后我懂包装, 我又懂这个, 我又开发了小英软件, 然后我又懂的VBA, 那么我就可以把VBA的这个帖子呢, 给收集下来, 做什么东西呢, 做一种, 就是说我去学VBA, 学了这些经验之后, 我去帮着, 我去分享这些经验, 然后我对那些真正需要VBA, 但是又不懂的人, 我去跟他们分享经验, 当然这些人不是说, 非得他们要会写代码, 甚至我自己写了代码之后, 我也可以分享给他们, 这就是形成了一种跨界, 所以, 怎么说呢, 在这个时代, 我感觉就是说, 当时做专业主义是非常非常的好, 我们做到一个领域的领尖, 顶尖的这种人物, 这样非常好, 但其实越来越多的情况出现在跨界, 比如说就是像以前新东方老师, 李孝来老师分享的, 他以前在新东方的时候, 新东方的老师里面, 那英语老师的高手如云啊, 那么新东方这个李孝来老师之所以突出, 就是因为他以前在学的时候, 学了统计学, 那么在去背英语单词的时候, 就是学生学嘛, 他当时都背英语单词, 上过学当年都有很深的感触, 他就跟英语, 英语跟统计学, 哪些是核心词汇, 常用词汇, 哪些什么词汇, 然后给他写了一个就是这种核心词汇, 这个这些书, 这些书呢, 畅香料非常不错, 就这么一年就能卖个几百万册, 那么他就实现了一种崛起, 相对于那些把英语讲的呱呱叫, 又是能不甚至不不圣经, 不这个莎士比亚那些古文都看得很清, 很很很很溜的那些老师, 他通过英语跟统计学, 完成了一种跨界, 创造了更大的价值, 实现了自己的崛起, 所以如果我们单纯在单一的炮道上来去跟别人竞争, 可能就面临什么情况, 就必须你要超过绝大多数人, 但如果你要是跨界呢, 可能我英语不需要最好的, 我跟统计学结合起来, 就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同道大叔, 他学习好吗? 不好, 但是他将绘画和心理学, 星座连接起来, 然后呢, 不星座的东西, 画成了这个漫画, 很有意思, 然后就实现了崛起,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并不是说我们, 就是说这些机会并不是说, 你完全把一个东西给做好, 就是完全去做这一个东西, 现在更多的机会出现在这些跨界, 出现在边界交融的地方, 边界交融的地方, 这也是我这本书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, 就是在这个时代, 跨界其实更容易脱颖而出, 后面呢, 我也会针对自己的一些呢, 进行跨界, 比如说我回答百度之道, 然后推广PP论坛, PP论坛再去跟更多的人去接触, 做包装业务, 然后我会去做小鹰, 小鹰呢, 去给服务论坛这种结合起来, 小鹰服务更多的外贸业务员, 外贸业务员可能又是需要用到我的包装袋, 是吧, 然后还有PP论坛, 我做以后做事情, 我肯定不会单单做包装行业, 我会拿着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包装行业, 但我不会去专门去做, 我会可能就是包装软件和互联网三者结合起来,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通过这三者达到一个正向循环, 这样才能够让我加速去前进, 所谓真正的你走的快也好, 或者走的成功也好, 并不是说你自己去多么努力, 一定要处在一个跑道上, 让别人推着你去前进, 这就所谓的正向循环, 好, 这一节呢, 跟大家分享到此,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, 谢谢大家, 如果你感觉苍茫时代或者视频教程对你有价值, 有帮助, 那么我们欢迎你将三品空间的微信公众号推荐给你的外贸好友, 如果达到三位及以上, 我们会赠送苍茫时代的整套高清卷码视频, 因为视频里面包含代码脚本及具体操作, 而上传到网站上的视频呢, 可能有一些模糊而导致看不太清楚, 那么高清圆满视频则会非常清晰, 能够对你有所帮助, 如果你感觉没有任何价值, 那就不要做任何推荐, 不要推荐, 千万不要推荐, 在这里我们感谢每一位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, 让我们一起成长, 谢谢大家,